贺龙送给徐向前一个俘虏 徐直接给团级待遇 后来俘虏果然立大功 太原战役 是解放战争后期的一场大型战役 1948年7月下旬 晋中战役结束后 山西省大部分地方都已被解放 沿西山的几十万进随军损失殆尽 余部五个师和一个赞边总队 收缩于太原及其外围地区 企图依托险阳地形和兼顾设防进行固守 太原是山西省省会 位于晋中盆地北部 东以罕山西临分合 南北地势起伏一手南宫 是当时华北的战略要地 沿西山集团经过长期经营 修筑种类繁多的外围据点 秦主要房区就有大碉堡 就有五千多个 纵深阵地和城防攻势 使太原成为一个极为难啃的骨头 负责解放太原 而是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兼第一兵团司令员的徐向前元帅 太原战役开始后不久 贺龙元帅听说战况激烈 特地差人给徐帅送来一个国军俘虏 这个俘虏可不简单 他叫行为 原是阎西山所部工兵两团团长 尽忠战役被俘 但是看管不慎被其趁机溜走 好但没过不久 他又被贺龙所部俘获 并将其送到当时战事 紧急地徐向前元帅出 行为是阎西山的老部下 曾在岩的碉堡建设局担任建设科科长 与人流用的日军碉堡专家 一起主持设计 构筑过太原防碉堡工程 对这一工程的位置 结构 我李佩契十分熟悉 被称为阎西山的碉堡专家 虽然是俘虏的身份 但熟知太原防守结构的行为 对于负责指挥解放太原的徐帅来说 可是一个至宝 徐帅除亲自接见行为 并从他口中了解太原的城防工事外 还只是情报科要很好的帮助他 给予足够的信任 大胆使用了 放手让他工作 徐帅还直接给了行为团级待遇 发团级服装 和兵团的科长们一样吃中造 由于受到徐帅的礼遇 行为工作十分努力 他精心绘制各种碉堡的平面 立体解剖和写真土 摆沙盘 编写文字说明材料 向机关和部队首长介绍 太原敌情和城防工事配系工程情况 尽其所知 毫无保留 在他的配合下 解放军快速和深入 得了解到太原城防工事和增加碉堡构筑 快速地挖解掉了盐西山最后的仪仗 为顺利解放太原立了大功 徐向前元帅的这种之人善政 也让人赞叹不已